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的祖鑽是蘇晉 拿到俄文的金牌 俄文是世界 唯一世界獻大的運動會 大家知道現在全世界有幾個銀口 有七十四個銀口 七十四個 你看金牌只有一個 他們這幾個只有一個 這就是我們使蘇晉 來取得這個金牌 所以在這裡拜託大家 也請大家 不肯秀我們的牌匙 我們用雙鑽的牌匙 來把我們的使蘇晉 鼓掌來勉勉 聖鑽是一個 江湖非常好 美金牌如果能夠 變成一個 巫師 結合文化 來做館公的地 分寧 讓我們來這裡 找阿神塞 外地的行業 它是怎麼建天 它是怎麼愛民 我相信 這對我們分寧 結合到農業 這是一個 非常好的館公的対策 非常開心 回來我們分寧官 目前擔任我們 行政儀 運動 貼用 發展 委員會的交集員 非常開心 這會呢 蘇晉 可以提到金牌 可以留這個機會 因為我們 將會長 還在辦這個 群英會 武藝群英會 受這個機會回來我們分寧 說三個願望 第二個願望 問過我們教練 問過許淑健 我說 你有沒有可能 在東京的奧運 再拿第三個金牌 好不好 好 第二個願望 我們在 西里的這個地方 還是我們 福林館這個地方 來生了一個 武術 一個傳統 武術學校 這是我第二個願望 他也可以跟 我們中會 中會長 做他來賣名 這三個願望 希望我們的武館 蒸蒸日上 一天比一天繁榮 鄉親得到很好的 就業機會 跟提高所得 旅居外地的雲林鄉親 國體育運動總會 在張曹博總會長 他的領導之下 這個會 已經進行到第四年了 要來選擇 我們分寧館的武術 台灣國體 我們的分寧東鄉會 對母憲的 一個感情 對武館 不是 來幫我們提高高雷 幫忙 尤其是在 我們黃明德 黃總會長的 任期以來 和我們高雄武館的關係 是如來 如去 我們分寧 節節 公益 愛心的這個事務 甚至是包括 醫療 健康的照顧 我們的 越多的東鄉 都出很多很多的辛辣 我也在這裡代表所有在地的鄉親 都你們標識最高的感謝自己